是谁看起来 你怎么不说话 看起满头大汉的样子 你不是特有话 你怎么不说话 按我们现在这个寻人速度 可能再寻一百年也寻不完 被拐时间最长的84年 可能咱们过节过年 他们是过关 毛毛毛回家了 有的家长就问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真是说怕死刑都便宜他们 他们不会凡凡发现 虽然说好像找到家了 其实很多家庭是团而不圆 张燕你好 张燕你好 我们拿了几艘雪碧 谢谢 这个就是老德写下的总部 有人写信过来说 我们这几天还有好多信没处理 大约那屋能有个十箱左右的 真的有家会写信 对对对对 我可以连你去看一下吧 谢谢啊 小男友好显现的呢 他找了一朋友他说十几年前他的身价已经上亿万了 我还要这人还没变好 这是剧宝 剧宝 剧宝 你真的是剧宝宝吗 我们就这个工作量量都大了 这是在家庭里面 对对对 这个有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小孩的照片 我在门口叫孩子 他说怎么叫都不硬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 多二十分钟 他就不见了 今年七十五岁 他的儿子五岁多 被人崴跑了 七十五岁 自从王大乔丢失后 郁郁寡婚 老伴也在思念中八年前离世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六二年的 那正好是退休的年龄 那您在这边有退休的概念 哎呀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退休 按我们现在这个寻人速度 可能再寻一百年寻不完 在十年间 您帮助了一千八百 不对 到今天为止是 就是走失级被拐的孩子 是两千一百二十四 咱们这边最快是多短 就可以帮他找到家庭 有一个广东的孩子 叫杨婷婷 记者在网上发表过一个文章 就说一封发不出信的信 然后后来这个家长 有一天他就在网上就登记 登记杨婷婷 我们一搜索杨婷婷 正好网站有个杨婷婷 后来就一分钟就屏出来了 我们网站被拐时间最长的 其实你们都有点可能想象不出 被拐时间最长的84年 老人是91岁 黎桂兰她是七岁被拐的 但是她没想到她九十多岁这个时候 竟然我们帮她找到家了 这是学家工作组 前面有180人 都是志愿者 请问您登记过吗 您说一下编号 我帮您查询一下 我们没找到一个孩子 我们可能像到家长群 去报喜的时候 可能我一说 毛毛毛回家了 另外马上很多家长就会 发一个哭脸 有些家长就问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其实说实话 像中秋啊 还有就是什么春节啊 我们一般来说 我都刻意回避家长群的信息 因为那个群里的信息 那天让你特别心酸 可能咱们过节过年 他们是过关 所以家长们一般 能花多长时间 尽量地说 平复一下这种心情 永远平复不了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你可能是有的骑摩托车 有的自己开车 有的甚至就是步行 但是他们那样找 就是我们讲人肉搜索 真的找得到吗 应该说微乎其微 他想在这个城市里 找自己的孩子很难 更何况 有很多孩子长大了之后 他已经就不认识了 面对面他都不知道 是自己的孩子 我说你应该先照顾好 自己家里的生活 他说我要是在家 他说我感觉对不起孩子 只有我走在选址路上 他说我才觉得将来 对孩子有一个交代 咱们现在是帮助DNA 很多孩子他是没有任何记忆 家长也看不出是不是这些孩子 甚至有一个孩子说 在回四川认亲的时候 一百多个家长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这就只能说通过公安部 这个DNA数据库 数据库就采集了之后 才能对比 而且这个数据库 现在是全国联网 这个DNA数据库 就是我们建议公安部建立的 建立的 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9年 这也就是说 咱们那个国家 对我们保护回家 最认可的一件事情 这个DNA数据库的建立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我们接触很多家长 他们这个孩子丢了之后 听说可能云南解救了孩子 他们到云南去做了DNA 听说贵州解救孩子 到贵州做DNA 可能听说四川解救孩子 到四川的时候 他们就做不起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 其实应该有这么一个 全国联网的数据库 家长只要做一次 就不用再做了 有没有帮孩子找到家 但是这个孩子 并不想回去的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非常让人心酸的 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说实话 很多孩子找到家了 即使他回到家 也只是说看看而已 因为他在那边生活 工作甚至结婚生子 他已经无法再回到 原来的那个环境了 这反而是绝大多数的选择 这是绝大多数的选择 所以说亲生父母 就是说心里会落差很大 虽然说好像找到家了 团圆了 其实很多家庭是团而不圆 当时福建有一个孩子 他是从昆明被拐的 后来这个孩子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就闹着要回福建 父母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他说我实在留不住 他说我如果要说硬这么拦着 有可能他回去之后 他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说这个事情 我说你想开 我说你知道孩子在哪了 你跟他保持联系 实际上就等于孩子出去工作了 我说你看我 儿子在青岛 我平时就跟他打个电话 一年过春节回来一次 我说你其实说 你就当跟我一样 我说你这个事情 你想开一些 那养父母是什么心情 这种我们严格意义上 我们不叫养父母 就是买主 他们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团体 没有买肯定就没有人犯子 他们才是管卖犯罪的这种根源 他们在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这种快乐 这种幸福 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家庭的痛苦之上 他们不会反思 不会良心发现 甚至说他们发现 孩子找家的时候 他们会从各种方面 给孩子压力 骂孩子白眼狼 买主会受到法律惩罚吗 你收买孩子 你就是犯罪 买卖同罪的 现在国家对于拐卖儿童 这样的罪行是怎样 现在是六岁以下的 起行点是十年了 重大的三个以上的 或者是说情节恶劣的 或者是导致儿童死亡的 已经可以死刑了 还是有死刑这样的东西 真是说怕死刑都便宜他们 人要是死的话 你可能是这个痛苦就没有了 但是人要是活着整天 再说活在这种思念当中 实际上他是生不如死的 很多家长之后 他是就说承受不了这种痛苦 他自杀了 有些精神失常了 您接受精神失常的家长多吗 我们有一个孩子是叫罗山美 他是被卖到福建 他呢就是说 当时就说他寄的家是 那个他舅舅家种榨菜 我们就通过这个榨菜 就在重庆福岭地区 这样子开始走访 把他舅舅家找到了 找到他家 后来他爸爸呢 这一个女儿一个儿的 一个死一个被拐 爸爸就受不了这种打击 就去世了 妈妈呢 更是受不了这种打击 就精神失常了 后来我们住院者就告诉 说孩子找到的时候 妈妈就喊妹妹妹妹妹 我们当时就说 恢复意识了 第二天早晨呢 妈妈就上村口 站在那儿很远处望 当时我们也想 也许他听懂我们了 知道孩子今天回来 后来罗山美回去的时候 就抱着他哭 哭着哭着 他就拽着罗山美往山上跑 后来到山上 到爸爸的分钱 跪着那儿告诉爸爸 女儿回来了 那一瞬间 最终都哭了 就是封了三十年的妈妈 在女儿回来的那个瞬间 他竟然知道去告诉父亲 女儿回来的 妈妈呢 对于不是志愿者的我们 我们最应该关注哪些 我们应该做些事 网上有很多学员的帖子 可以帮助传播 利用你们的平台 帮我们呼吁大家 可以到警方去采血 可以到宝贝回家来登记 可以举报身边来历不明的孩子 那有没有哪些行为 是我们不宜采取的 志愿者没有执法权 所以说当你知道线索的时候 你提供给我们 我们会提供给警方 警方去处理 我们不主张志愿者去 到买主家调查 这个会给志愿者的安全带来隐患 关注微博账号 透明人Glassman 每周四有一位透明人 同意挖掘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了一家 成都火锅 是成都火锅吗 重庆 重庆火锅 重庆火锅 那今天在我们面前 这个重庆火锅 哇哦 那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你看起来 就是很有特色的样子 对 你觉得它特色在哪里 对对对对 它方向的很规律 每一下起伏都感觉有厨师的 都有些心意在里面 吃吧吃吧吃